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头新政府所期待的就是四个字 解决问题 我愿意承诺新政府会立刻展开行动 由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代表 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协商 一年之内我们会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 请召集人副总统致辞 林政府委员兼副召集人望毅 各位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委员 大家好 谢谢各位委员今天的出席 以及国家年金改革办公室同仁的列席 在座的每一位委员 曾如刚才总统所说的 都是代表不同团体的一时之选 期盼各位能够开诚布公的贡献 自会一起来寻求改革的共识 促成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 根据设置要点规定 本委员会主要的任务包括了 第一是收集年金改革相关的资讯与意见 以及各国年金改革的做法跟成效 第二是要针对各种年金改革意见 进行专业的评估 第三也要成为各位公共年金制度的 利害关系人的代表 跟人民表达年金改革意见的民主参与的平台 第四就是提出年金改革的备选方案 第五就是筹备年金的博士会议 今天是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本人要在这里针对本会的主要任务 跟各位委员分享个人的浅见跟期许 希望我们所提出来的年金改革的方案 一定是要透过妥善沟通所建立的共识 首先委员会的会议 一定要以实证为基础 让各界充分检讨目前各种不同的 退休与年金保险制度 根据投保薪资上限 所得替代率 保费费率 领取年龄等等 以科学的精算数据为基础 来寻求合理的备选方案 同时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国家 特别是OECD国家的制度 来作为借鉴跟比较 我们不期待 要订定一个方案就可以一劳永逸 百年适用 但是我们至少要能够维持 一个世代的财务稳定 跟永续发展 其次我们也在这里 希望我们的会议 是有民主公开透明的公民参与 委员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会全程网络直播 因此非常希望大家 在沟通的时候 能够彼此聆听 相互尊重 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体量少数 同时我们也在年金改革官方网站上 提前公布会议的时程 议题和进度 以及公布每个星期的会议记录 这样我们就可以落实资讯的公开 也能够提醒我个人 还有大家一起努力跟时间赛跑 我们也在这里 恳切的希望 大家能够充分发挥 大家的智慧慈悲和勇气 我们要有智慧 按照科学的精算数据 以摄政为基础 提出永续可行的方案 第二 我们要有慈悲的心 要去照顾所有的老人 特别是弱势者 化小我为大我 化小爱为大爱 第三 我们要有勇气 来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 诚恳的沟通协调 来取得共识 希望在未来 能够和大家一起努力 透过民主的科学的公开讨论 提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年金改革方案 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我们将讨论未来委员会 运作的议事规则 还有伦理规范 经过讨论确定后 将作为我们召开会议时的重要参考 最后 我要特别感谢 副召集人兼执行长 林政务委员外议 在这段筹备过程当中 势必恭亲 让本次委员会 能够顺利开始运作 更要谢谢各位委员承诺 参与每桌的委员会 也在此谢谢年金改革办公室 和各部会的协助承办同仁 让我们积极合作 共同延山具体可行的年金改革方案 我们就开始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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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